然番剧场!然番啦! 没有犹豫,他当即按下了能源输送开关 本时屏幕上的星城地图逐渐浮现了绿色光点 最终能源研究院管辖的区域全部转变为了绿色 但是星城地图上还是有大面积的红色区域 这些区域都是还未恢复能源补给的瘫痪区 搜寻音乐族前,显然恢复星城的能源供给更为重要 能源研究院管辖的是星城西北区的能源供给 其他管辖区域在星能研究院,火焰研究院等 其他几个能源机构手中 显然这些能源研究机构也都被营业族所控制 接下来,风系带领着木青等人当机动身 前往附近的其他能源研究院 忙碌了一上午的时间 星城的能源供给系统彻底修复了 星城地图上的红色消失全部转变为了绿色 城市彻底恢复了运转 但接连搜寻了星城西区的所有能源研究院 风系都未能找到银灵与其他营业族先锋部队成员的身影 对于他们的逃离 风系早已经有了预料 毕竟营业族已经被打退了 甚至是覆灭 这些提前到来的营业族先锋部队成员 就已经没有了继续留在星城的期盼 他们潜伏在人类社会中的底气来自于背后的营业族 仅凭他们自身的实力 显然是不可能拥有彻底掌控星城的实力 这时候除了逃离星城 没有其他的选择 对于他们的未来走向 风系大概能猜到的 没有了背后银乐族的撑腰 这些逃离的先锋战士就像是嗓家犬 只能是选择到处流浪 大概率会在其他城市落脚 成为那个城市领域弱族联盟的一员 当然了 也有可能和老迷一样 选择独自成长 拼搏 最终成为一方霸主 但是这个概率很小 落魄的领域族群很多 但像老迷这般在失去族人之后 从零开始 并成为未来一方霸主的很少 至少在他见过的领域生物之中 只有老迷做到 领域弱族的最终归宿 大概率是会被淹没在 滚轨向前的历史车轮下 成为历史中不起眼的一捧黄土 数天的搜寻 风旗放弃了继续在星城内 寻找银乐族的战士 现在星城内绝大部分战力 都已经派遣出去了 留下维持治安的人员数量有限 根本就无法展开 全程范围内的搜捕行动 更重要的是 这次银乐族是彻底失去了翻盘的机会 就像是历史中曾经发生的那一半 被彻底的击垮 剩余的银乐族人已经暴露了 尤其是银灵 再也不可能回到能源研究院 即使他们还躲藏在星城 对于他这条战斗线的布局 已经没有任何影响 至于该如何处置银灵 主时间线上的他会决定 不需要他去操心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 现在星城内的领域弱族联盟 还在他的掌控之中 这一点当初发布暗杀任务的银灵 显然也已经猜到了 能在暗中布局出 针对星城近乎必杀的局 就证明银灵非但不蠢 甚至可以说是很聪明 他没有预料到的是 西盘与天书的存在 否则银乐族必然能够成功地占领星城 开局获得巨大的优势 这个时候他觉得 银灵已经离开了星城 即使想要成为弱族联盟的成员 也会选择其他城市 继续留在星城 只有风险 没有任何机遇可以 仔细分析了现在的星城情况之后 风险与一众留守的星城高层人员 召开了星城最高会议 会议的主题除了讨论这次突发情况之外 其余的方向都是与这次出征有关 包括后勤补给 能源补给等等问题 为了保证星城后续不再出现意外情况 议会中 风险提议各部门都派遣三名管理人员 前往星城西区接管那里的能源机构 并且互相监督 这次的会议进行了三个小时 等会议结束 风险委托琥珀院长调来了一台运输机 这次星城的突发情况 让原本正常的行军停止了 出征的战士们都停留在了 星城往东北方向的230公里外的密林中 现在星城的问题处理完了 战斗线的主线也该继续推进了 离开会议室之后 风险带着沐清等人回到了琥珀研究院 接下来的目标不变 剑指未来成 此时 琥珀院长已经准备好了运输机 与琥珀院长告别之后 风险带着沐清等人 往琥珀基地内的飞行区走去 准备离开之前 他掏出了联络器 输入一串代码 等待片刻之后 电话通了 熟悉的声音浮现 怎么了 古叔 你们现在在哪里 他当即学问道 就在星城 我们始终跟死在你身边 电话那头正是大闹回收小队的队长 谷克 现在来琥珀研究院 我们一起做运输机回去吧 不用 我们有交通工具 你正常行事就行 不需要管我们 一番交流 面对古克的拒绝 风险遗憾地挂掉了电话 仔细想来 他觉得古克等大闹回收小队的成员着实辛苦 每条时间线都得通过定位装置 跟着他到处跑 就等着他死亡的那一刻 将他的大闹回收带走 但是这条战斗线的情况比较特殊 战场上危机四伏 定位装置只能定位到大智的区域 如果他战死 想要在尸山血海中精确找到他的脑袋 那可不容易啊 想到这里 风险望向了身边的木晴 如果出现了突发情况 貌似是只有木晴有能力 将他的脑袋送回了星红研究院 似乎发现了他的注视 木晴这时转道望向他 眼中浮现了些许疑惑 但风险觉得这事 和木晴商量的话 木晴还真不一定能接受 通过木晴的日记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木晴心中的地位 不是亲人 胜似亲人 让他抱着自己的脑袋 跋山涉水 那绝对是一种精神折磨 犹豫再三 他望着木晴用商量的语气开口道 学姐 我有一个请求 看到风起脸上的犹豫 木晴如本能般地警觉地摇了摇头 然后又犹豫地点了点头 科 科技研究院 核心区 会议堂 在一种科技研究院核心成员的等待中 黑影悄然而至 目光扫过在场的众人 黑影在这时 沉声开口道 现在基本可以肯定 星城各路势力集结 显然是朝我们未来城而来 对于此战 你们有什么看法和提议 面对学问 众人都选择了沉默 没有人出声发言 现在根本就收集不到星城那边的情报 对于星城的突然宣战 他们也是感到难以理解 不符合逻辑 更不符合常理 面对突发情况 现在未来城的情况很不妙 就在这时 一名身穿科技研究院制服的男子 忽然站起身 沉声提议道 主上 既然已经确定星城要对我们发动战争 就不需要顾虑了 趁着星城集结力量还未到来之前 我提议使用核打击 听到这番话 在场顿时一片哗然 核打击这个词在场中人自然是不会陌生 也都知晓核武器的杀伤力 但是灾变以后 这个被禁止的武器就很少被提及了 原因与灾变后的世界规则有关 曾经人类也想要用核武器打击那些被领域场覆盖的区域 但是事实证明这类武器对于领域场的杀伤力近乎于无 许多领域场内的规则与他们所在的世界完全就是两个概念 核武器爆炸的原理是利用能够自己进行的原子和裂变或巨变反应瞬间释放巨大的能量 但是大量领域场内根本无法进行对应规则的裂变或是巨变 这也就导致人类手中的大杀器变成了无用的废铁 也正是诸多规则限制原因 人类开始怀疑科技发展是否能给他们带来对抗领域扩张的力量 这时候修炼学开始逐步崛起 登上了历史舞台 事实证明灾变后 修炼学远比科技发展更适应时代的需求 新时代就此迎来了彻底的改变 修炼学成为了最主流的应用发展体系 至于核武器等特殊科技武器 由于没有了用武之地 人类开始大范围的进行销毁 这么做的原因完全是出于安全角度考虑的 一个具有杀伤性的武器 对领域场无法造成伤害 却可以对己方的人类造成巨大的威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在开始来喔 也很期盼于这也小时 mounted Particularly在这里 并非在来